悠闲的乡村意象 宁静的田园氛围 陆北一个平凡的小农村 如何跃身成为外界眼中的大亮点 答案就在这一颗颗的黑金刚花生 来 准备 八头岛比赛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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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哇 这两分钟来 八项的头岛完整 完整才有成分 早期有一个画面让我很深刻印象就是 一般的老人家他就坐在门前 谈一些负面思维 不然就是愁眉苦脸 我们来 波花生原先就是要种植用的 只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游戏 所以我们推动了将近五年了 现阶段我们也到处去做波花生比赛 而且这个波花生当中 让不只是小朋友 不只是这些老人家 他们然后感觉 哇 原来我做的事情 还可以来变成一个不一样的游戏 对于社区产业的推动 有着特殊的使命感 今年41岁的严石辉 几年前为了陪同妻子返乡务农 让岳父岳母提早退休 特别辞去药厂的工作 从主任转型为农夫 也为陆北村注入不少新活力 因为只要懂得包装和协销 即使是老农 一样可以开创品牌奇迹 位于顶辽村的喜笑花生 就是一例 你做京都还爱 要做东西 东西 东西 一边京没带就京两边 要是喔 一边不能推哪里找到 这个振给这作学校花生 这个顶起来 这个就去脱脱鱼 乍看之下 有几分开喜婆婆的神韵 阿嬷口中的喜笑花生 就是自家的黑金刚花生品牌 包装上的logo设计 一看就知道 灵感正是来自于喜笑婆婆 还有她的先生吴奇鲁 这我们那些年轻的 改心的改好的 我们那些年轻的改好的 我都领在管理栽红的年 会抗亡 这刚才这两年来这种 早了 我这一星期前 这两三个月 这一星期 不过这一星期 要收起来要泡 没有人泡 奖品牌不太擅长 但说起花生的种植经验 画甲子就自然打开 人称花生达人的吴奇鲁 务农超过半世纪 和大多数的老农夫一样 吴奇鲁都是默默耕耘 直到后来发现 辛苦种植的花生 却没有管道销售 才惊觉行销的重要性 它是那时候 头上前 这样买买买 去到中方的客户 买买买买 不知说 没有改叉叉的 来买 这买了 这买买 这买买买买 这样 那时候 没想到那儿 现在外甲 都陈着来来切 都来 来到外切 其实也不止我父母 就是我们所有的农民 都是这样子 对 农民都是靠天吃饭的 他们每个人都很会重 可是 不会行销 我们平时也把关得很好 这是我们 因为我们有成立一个产销班 然后我们的 所有的产销都是自己来 然后甚至于烘焙 或品管 包装 都是一条龙 除了产品本身 受到肯定 喜销花生 这个老农品牌 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 故事行销的魅力 功不可没 我们就是 其实我们只是说 在部落格 写写父母 务农的故事 去年度 一直下雨 然后说成不好 然后父母 烦恼忧愁的心 所以后来决定把他们 不是写下来 然后就感到很多人 对 是 广东厢 变成是一个 黑金公的故乡 我们这里 六百川 我们的众民族 大概要真身家 八百家祖亿 我们在这里面 整整的 大概有 四分之一 都有整黑金公 每一个农村角落 无时无刻 都在上演着 动人的在地故事 只要懂得 用心去聆听 深刻去挖掘 老农们的身上 其实郁郁着一股 更强大的 品牌生命力 好酷 天空的口袋 天空的好处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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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